站在門前準心人正拍著婚紗照 一旁則是抱著嬰兒的母親 和前來旅行的遊客 另外還有在綠色山坡上 吃冰淇淋的一家人 仔細一瞧 這些用紙黏土製作而成的人物與建築物 就是新一區知名的觀光景點四四南村 微妙微笑的景物讓人嘆為觀止 然後這次我們在講它的大小的時候 也不敢做太小 因為它本身就是細長啊 所以我們的比例就是一比十五去縮小它 然後把它這樣子 目前今天在這個展場看起來 其實大小其實還OK 但是在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要花了十個的團隊 才有辦法這樣子 經過了一年的時間 新一區公所與社區大學 松山菸廠共同舉辦 幸福南村2022漫遊新一文化節 由新一社大微型博物館展覽打頭鎮 在公民會館內展出一比十五尺寸大小的 四四南村模型 這項計畫從一年前就開始規劃 開會 廠刊 製作 終於把模型製作完成 那這個作品呢 會一直展到這個522 那希望呢大家有空的話 都可以過來這個看 這樣子一個很特別的展覽 另外呢我們今年一樣 推出了相當多的走讀 還有實境遊戲 也歡迎大家呢能夠踴躍報名 那希望呢大家能夠 在這一次的漫遊新一文化節裡面呢 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新一區 新一社大指導老師林守珠 還製作等比例的人像模型 贈送給新一區長游竹萍 相當的特別 未來也包括走讀 遊戲以及展覽等活動 希望讓更多民眾認識眷村文化 也深入了解新一區的發展眼鏡 九層的話才能報導